防疫措施大鬆綁 0加7今天上路 那麼隔離裡 北京也掰掰了 來去聽民眾怎麼看 超爛的 為什麼要改0加7啊 就覺得被晃點了 講得很好聽啊 是啊 那保險公司都在騙人啊 真的 好可惡喔 對啊 怎麼可以這樣 過分了 過分了吧 絕對這個 說不起 我覺得說 第一個是保險公司 感覺在鑽漏洞 保險公司好像是 輸不起了 感覺被騎飛的感覺 就是原本有把保險的 現在錢也領不到 我覺得這堂不太公平 哪個部分 本來就是啊 既然保險買了 你保險你就是要理賠啊 你就是要理賠啊 這有點變相 變相不付保險 還是要照做這種理賠 管你什麼什麼 0加7或什麼字還是要 因為開始那個保險的時候 不是這個樣子講法 幹滾動 滾動式的修改 那變成說保險公司 也不會做K本的生意 當初敢玩 敢搞這些東西 你本來就要有輸的準備 我覺得是有點貓膩 主要他 零加7有一點是在幫保險公司 解套 你本來敢說 替保險公司解套 保險公司少賠很多 政府跟保險公司都有問題 對 兩方面其實都有問題 貓膩 有貓膩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幫保險公司在解套 現在是政府在幫他解套 沒有幫老百姓解套 是幫老百姓收錢而已 原來的政策他只要給的 只是因為政策改變了之後 他就變成多賺了這一方面的保費 對這個保險公司來講 他也有不當得利的情況 保險公司應該是 最少他也應該理賠 不能就說0加7就不賠了 這說不過去 因為已經一個隔離金沒了 萬一保險公司又倒了 你沒錢你 我當初保費不就浪費了 我覺得現在的政府 你現在是政府執政單位 你應該要好好處理這方面 因為收錢的時候 你要叫百姓投保的時候 很快速審核通過這個 這個疫情的保險 現在出狀況了 就丟在後面 政府在說在後面幹嘛 這個政府幹嘛 這個政府在 只會收錢 就像口罩類 只會收錢 其他都沒有處理 好混亂 本來就好混亂 那你現在改來改去 我們改的民眾也無所適從 我覺得真的非常混亂 就是 就是現在政策改來改去 然後我也懶得看新聞了 很多人都這樣子 都已經解隔十幾天了 都還收不到 這個我也不曉得 這個到底政府 還號稱資訊大國 台灣那麼小一個地方 這種東西就做不好 什麼唐鳳 他不是搞電腦很厲害 搞成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太亂了 很多民眾都覺得爛透了 保險公司輸不起 但也有人覺得 這個林佳琪就是在幫 保險公司來解套 旺旺水晨它是微酸性電子 次律酸水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持習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 物化器還有生成機 都給他買起來 當然 在我的部分折扣碼 可以享有優惠